我们了解了耳食症 它是一种量性、振发性、未知性旋云 它的起因是耳部的前庭 这种内部的耳食的脱落 脱落到半微管里 然后在淋巴液里流动 刺激的毛细胞引起的这种旋云 所以耳食中最有效的方法是手法复卫 如果患者得了耳食症以后 您可以就诊耳鼻后科 到耳鼻后科去 耳鼻后科的医生 和根据您这个耳食脱落的半微管不同 选拥不同的手法进行复卫 复卫完了以后 有些患者可能会遗留一些昏昏沉沉的症状 通知词 第一年